明英宗的夺门之变 明英宗朱祁镇被也先击押在异国他乡受罪 一直以来他所期盼的就是能够早日回到京城的那天 明英宗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等到也先将自己送回大明 没想到此时故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景太皇帝朱祁鱼赖在龙椅上不肯让位 表面上将明英宗奉为太上皇 实际上却是以这个理由将英宗软禁在南宫中 英宗虽已回朝 但是他的境况无异于从一个牢 龙来到了另一个牢龙 普有太上皇之名罢了 英宗的旧臣们想要觐见英宗 以太上皇过生日为由 向景太帝提出申请 谁知却被景太帝一口回绝 为了断绝英宗与外面的联系 景太帝在南宫附近安插了一批心心 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引起他的警觉 明英宗的身边有个太监软浪 软浪手下有个小太监王瑶 某次王瑶要出宫办事 软浪便将英宗赏赐的佩刀送给王瑶防身 王瑶出宫后 去锦衣尾指挥卢中夹中喝酒 酒获三巡后 他脱掉了外套 卢中一眼看见了王瑶的佩刀 认定这是太上皇之物 于是 卢中灌倒了王瑶 将他身上的佩刀倒走 立即前往宫中汇报景太帝 说南宫太上皇有意复辟 让太监们携带佩刀寻找外英 景太不然大怒 当即派人前往南宫 将王瑶和他的上司转让当场格杀 以绝后患 英宗回朝的消息 早就传遍了京城 但过了许久朝廷都没传 出英宗要复辟 于是民间有了些风言风语 许多老百姓因为讨论英宗复辟 而被几一位鸡拿下鱼 当然 在此期间 也有许多铲鱼之徒 打算站队景太帝 他们给景帝出了许多馊主意 比如将南宫的宫墙加高 用铁水浇死宫门的大锁 还有砍掉南宫里的所有大树 防止有人爬树报信或翻墙逃跑 景太帝觉得将宫墙修高 用铁水浇门锁传出去会影响自己的声望 于是便采纳了第二种建议 派人将南宫中的树全部砍倒 景太帝命人砍树时正值酷暑 英宗正躺在树荫下那两 突然 见一群人闯进南宫不由传说的开始砍树 便上前询问这些人缘由 当听说是景帝下的命令后 英宗心里十分不适滋味 早年 再也先不落实 虽说遭到软禁 但也先人却未像这样羞辱自己 展开权文如今返回京城 反倒受到景太帝的折辱 黄泉之争古而有之 臣服在政治风波中的人 难免会被功名利禄蒙蔽双眼 许多小人抱着富贵险中求的念头 打算进行一场豪赌 他们将赌注全部投放在了英宗 想要复辟的愿望上 景太八年 景太帝身患重病 不得不取消了元旦的朝课大典 正月十二日 景太帝身体稍有豪软 便与群臣前往郊外举行祭天礼 谁知出宫的景太帝并竟加重 只能暂住在南郊的行宫中调养 景太帝卧病在床 嘱咐大臣史亨 代替自己完成祭天仪式 史亨维维诺诺 暗地里留了个心眼 离开景太帝后 史亨找来都督张月 左都御使杨善及太监曹吉祥 对他们说道 皇上的龙喜倩家 我等得考虑自己的前途 我觉得与其看着太子登基 不如扶太上皇复辟 毕竟太子登基只是顺理成章 若能让太上皇复辟 我们就有拥立之功 杨善和曹吉祥深安齐礼 不过 想要成事必须拉拢更多的大臣 于是 他们便找到太常许彬 与其共襄胜举 许彬 觉得 扶太上皇复辟 的确可以建立不是奇功 立即列出几个可拉拢的人选 其中 就有副都御使徐有珍 徐有珍是何徐人也 他就是英宗被俘后 向景太帝提议南迁的徐成 然而 当时文武大臣们对南迁颇多非议 景太帝一口回绝了徐成的建议 并愈发厌恶徐成 甚至看到他的名字就会发火 无奈之下 徐成只好改名为徐有珍 时何等大臣趁着夜色溜进徐有珍府上 众人一拍即合 不过 想要用英宗复辟 必须经英宗本人同意 于是 几人便开始筹划着 向南宫中传递信息 几天后 几人再次与徐有珍家中集合 时亨对众人说道 我已经联络了太上皇 得到了他的确切答复 接下来该如何做 还请徐清指点 徐有珍立即爬上房顶 观测星象 对众人说道 既不可施时不再来 就在今朝 当日 恰巧边境首将向朝廷告急 徐有珍便提议 用边境急报作为借口 打着 拱卫京师的幌子调兵进入皇宫 以图大业 行动之前 徐有珍拉着大臣们 一起焚香祷告 徐有珍还对家人说道 此事若成 便是江山设计之福 倘若不成 就是家门不醒 我若回来 些大欢喜 若回不来 恐遭不测 于是 一众大臣来到宫门外 由太监曹吉祥收缴了各宫门的钥匙 确保进军短时间内无法进攻 凌晨时分 众人打开长安门 每人带着一千名私兵进攻 众人前脚刚一进攻 徐有珍回头 便将宫门牢牢锁死 并将要是随手丢进池塘中 对众人说道 倘若进军与世卫内外加工 大意难成 其他大臣心里都没底 纷纷在徐有珍那耳边问 是能成否 徐有珍给了他们肯定的答案后 众人信心高涨 静止前往南宫 大臣们率兵来到南宫前 发现南宫大门紧锁 敲门后又久无人鹰 徐有珍命令士兵挂起大幕 几十人举着木桩重击攻门 随后又派几个身 手脚剑的壮汉翻墙入内 李英外格摧毁攻墙 没过一会 徐有珍等人便打开通路 进入南宫 此时 英宗正坐在烛火下发呆 见徐有珍等人大张旗鼓地闯入 被吓了一跳 慌忙问道 你们想要做什么 谁知 这群大臣全部跪在地上 几乎太上皇灯位 随后 徐有珍又命人抬过龙年 亲自将英宗扶上年 抬龙年的士兵们都吓破了胆 浑身贪软 根本抬不起沉重的龙年 徐有珍等几个大臣见状 立即接过龙年 亲自将龙年抬出南宫 众人折腾了好一会 此时 东方已扶晓 英宗坐在龙年中 不时打量四周 大臣们纷纷向英宗报上姓名 众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东华门 谁知 守门的太监有眼无珠 竟拒不开门 此时 英宗终于恢复了皇帝的威势 当即站出浓眼高呼 我太上皇也 太监健壮 连忙打开东华门 恭迎太上皇 此时 文武百官们正在大殿前等待早朝 突然听到殿上传来鼓噪 都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大臣们惊诧之中 徐有珍从大殿走出 对众人说道 太上皇已复辟 说吧 让文武百官余贯而入 觐见英宗 文武百官跪在殿中 仍云礼物里 英宗说道 景太皇帝身染重疾 所以 才命徐有珍等亲迎阵附复位 无需担心 你们仍保留原职 认识如故 这就是发生在明朝的夺门之变 这场政变虽然没有改变明朝的格局 但是 对于官场来说 无疑是一场大洗牌 正因几位大臣拥立英宗有功 所以 君在英宗复辟后身居高位 回望正统十四年 英宗并未做出失德之事 只是因为功力心切 急于御驾亲征 这才让也先钻了空子 当英宗被迎回京城时 京城的老百姓仍感念英宗的容恩 天下人心项目不衰 在景太帝颁布了一些 让民众不满的举措后 民间关于英宗复辟的呼声越来越高 英宗重揽大权 百姓谈官象 庆 欢遍国武 然而 英宗复辟后 并未像正统朝一样英明神武 反而重用了石亨 张月等一批以权毛司的小人 这也使老百姓对英宗极其失望 对于在这场复辟事件中 起了重要作用的许久珍 曹吉祥 石亨 张月这些小人来说 他们的目的 绝非维护皇权正统 也不是出于为国家谋服的考虑 才拥戴英宗 自始至终 他们都将复辟作为一场豪赌 冒久死 激进危 胆识尽大 这种嘴脸 与在赌场上梳红了眼的赌徒别无二致 首府李贤曾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倘若景太帝并入膏肓 无法理政 为何不光明正大的率领巡臣 共同来到南宫请英宗登基呢 何苦要搞出锁宫门 拆宫墙这些兴师动众的事呢 后世的史学爱好者给出了不同观点 古人云呼吸之际有雷有风 早年在唐武宗 唐宣宗 宋李宗上位时 发生的事 难道还不足以成为参考吗 在景太帝性命垂危之际 东宫处 军的人选还没敲定 皇位该由谁来做 自然是各方势力的焦点 所以 景太帝并倒在行宫后 才有这么多 想要从政治风波中余力的小人谋划复辟 英宗重新登基后的第二天 便将群臣召集到文华殿中 对他们说道 帝里的病情有所好转 今早还喝了一大碗粥 他没有犯任何错 完全是小人从中蛊惑 至于英宗口中小人蛊惑的是和氏 是土木宝事件 还是英宗被软禁的南宫 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 从英宗只看到了小人蛊惑景太帝 却没看到 拥立自己复辟的也是小人 就凭这一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场政变中的两位皇帝 都成了被小人操持的傀儡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